林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想請問你知道中國近期之內成立了 關於這些境外棄補的事情 成立了一個境外棄補局嗎 有聽說 那你可以解說一下這個局的功能嗎 詳細情況我不知道 我要請同仁 那個你有手邊有沒有資料 應該顧名次義就是要對海外的 就是中國地區 大陸地區以外的犯罪 查契的一個專責機關 那你知道過去即便沒有這個局 他們長年來如何進行境外的棄補工作嗎 每個案件不太一樣 像跟我們台灣內有關係的很多案件 其實是共同在一起辦理的 我知道 因為我有看到這個幾份報告都有提到 兩岸共打協議簽署以後 雙方在第三地合作打擊犯罪協同行動成果斐然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你們知道中國長年來在執行這些境外棄補工作 事實上都是發生很多嚴重違反程序侵犯人權的事情嗎 肯亞這個事情不是第一個喔 不管跟我們有沒有關係的案子 他普遍性的來講 你知道這樣嗎 跟我們有關的 我們當然會關注 但是其實有一些案例 比如說像菲律賓那14個 我現在不是問個案 我問他普遍的作風 普遍的話 這個就很難說普遍的所謂 如果你今天是部長 你不知道他們普遍的作風 我可以告訴你 在今年的三月份 美國、澳洲、日本以及九個歐洲國家都曾經共同聲明 譴責中共不加解釋的脅迫一些中國以及外籍的公民 做這個遣返跨越國界的行為無法接受 超越了國際社會的接受能力 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因為他們這樣子的境外逮捕的工作 不外乎是境外綁架、槍刑、辱人、非法徵序、釣魚陷害 以去年為例 他們自己的政府公佈的 中共自己公佈的 857個抓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專案裡面 只有14名是透過異地追訴 剩下來98% 都是剛剛我講他們被譴責的作風 報告委員 您剛剛講的那些譴責的案件 可能是外國人跟台灣人不一定有關係 我們當然就不會知道 我不確定 他們會跟你報告嗎 例如說他出去的時候 我假定你們講到成果斐然的這些東南亞國家、泰國等等 中國辦案過程會回報你嗎 我們知道他不合程序的話我們有抗議 我們也會 不是 我不是說對台灣人 他開始知道哪裡有犯罪集團 他進去強行辱人境外綁架非法徵訊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嗎 我知道他最後抓到人以後 你們有一個共識 裡面如果抓到台灣人 喔 給我們帶回來 這個我知道你不用再解釋 委員的意思是說 這個我不用解釋 我要問的是你知道他在抓人的過程 就是嚴重的違反國際的秩序嗎 委員的意思是說他如果侵害外國人的權益 跟台灣無關我們也要去抗議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們 我問你像台灣這樣一個法治國家 一個文明國家我們要跨境打擊犯罪 如果透過國際慣例透過司法程序 最重要的是簽訂司法互助嘛 最重要的是要引渡條約嘛 所以我問你我們現在最重要這一區是東南亞 東非是第一個非洲的這個國家 東南亞這一區除了已經出過事情的菲律賓以外 我們跟哪一個國家簽過這個刑法的司法互助 這個要 菲律賓我們有簽了 對 因為出事嘛 其他的地方也還有我們的犯罪集團的 要把他抓回來的 不是 就沒有嘛 一個都沒有 我想問你啦 我想問你 我們現在就是靠中國 我們講白了 現在就是靠中國在全世界 境外綁架強行辱人非法徵序釣魚陷害以後 抓到台灣人 拜託你們送給我們 結果他這種行為在全世界的人都譴責 而我們不用腳踏實地 真正文明社會法治國家的方式 去跟一個一個國家來簽司法互助 不是 我們今天靠了中國 靠他到處 像國際的這個司法流氓一樣 到處亂抓人以後 但是至少有答應我們 抓到台灣人的時候交給我們 我想問一下台灣經過百年的現代化 建立民主法治社會 我們可以接受這種野蠻的方式嗎 我問你剛剛那種方式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們當然不接受 但是要簽司法互助 不是我們要簽別人就一定跟我們簽 我們當然不能接受的話 如果你還去把這種事情拿來當政績 我看到你們連續幾天 那幾個案件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怎麼知道 我問你 你現在講的說一起打擊犯罪 七千多個案件裡面有百分之多少 不是用這樣的 他們只有百分之二 他們只有百分之二 那些都是合作協查的案件 我知道 我要問的是他們前面怎麼查的嘛 你們合作抓到以後 當然給我們 我們就好好帶回來嘛 不是 不是說 只是他抓到才給我們 就是說在辦案之初 還沒有抓之前 之前就合作了 喔所以那他破門而入 你有沒有一起進去破門而入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了解他的過程 我想問你 你們有調查清楚嗎 你有辦法給我一個報告 他們清清楚楚 例如說他怎樣強行擄人 進去飯店裡面非法偵訊的過程 這種事情 我們有沒有參與過 沒有嘛 我們是等到他抓到了人 最後有台灣人交給我們嘛 不是我們有警方跟他一起辦案 我們警方跟他一起破門而入 非法抓人 喔不是 對嘛 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們到底有沒有跟他一起非法抓人 你先講非法抓人 就認定說一定是非法抓人的 但是他自己公佈的 他自己公佈的 他自己公佈的百分之九十八 都不是用議地引渡追訴 所以受到我跟他講的十幾個國家的抗議 說你們這個是國際流氓 我們前幾天把三個香港人送回香港 也沒有用引渡條約 我現在要問的是 你現在講 拜託主席再給我一分鐘 因為你們一直在講 說我們這樣子 是不要因為今天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就 抹滅了長期以來的這個努力 兩岸共打的這個政績 結果這個政績 居然是奠定在 有一個國際流氓到處抓人 而不是奠定在 委員的意思是 要我們中斷跟大陸的交往嗎 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我們不是腳踏實地 用文明國家 法治國家的方式 一個一個去跟人家 跟人家簽這個司法互助 而是 要用他們被國際譴責的這種方式 我問你啦 那是別的國家做的事 針對他們國民受到的待遇 這真的 那跟我們有關的 我們當然會採取行動 跟我們有關的 我剛剛講的就是跟我們有關的 他在國際之間抓的這些 不管是犯罪集團等等的 裡面有台灣人的 我們會請他送過來 我知道 但是前面就是用非法的方式抓 又不符合國際秩序的方式 我們如何管到全世界的事 跟台灣人無關的話 我們怎麼去管 那我們以後都靠中國啦 我們一個司法互助都不用簽 我們從來沒講過這個話 所以我就要再次告訴你 我們如何管到泰國的事 讓我做一個結束 我們如何管到我們的犯罪 可能的犯罪人在泰國 如何管到我們可能的人在緬甸 如何管到我們可能的人在印尼 的方式 作為一個法治國家 一個百年來鑑定的 建立了一個民主社會的方式 是去跟他們簽司法互助 用正常的司法方式 而不是 你讓我講完 靠現在 我們是靠中國 到處非法抓人以後 抓到台灣人 順便交給我們 靠一個國際流氓 全世界譴責的 結果我們在所有的報告裡面說 這個兩岸共打 是一個政績 我告訴你 我希望你們沒有查清楚 有多少案件是這樣非法抓人 非法魯人的案件之前 不要再拿這個出來講 因為這會遺孝國際人權社會 我們一定要拿出來講 因為這是事實 我覺得不容謀滅 好 接著請顧立雄委員 發言時間是八分鐘 主席有請羅部長 請羅部長 今天早上這麼多的詢答 我只是想跟您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您對於這個肯亞事件 我們這些台籍的人士 被現在被送到了中國 然後拘留在他們所謂的看守所 那麼這整個事件 從肯亞 一路帶到了中國 這整件事情的苦